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旦经我查到 我该杀该挂绝不手软 你抢辞多礼 我的就是他的 他的就是我的 让他走 滚 滚 官场的事情有规矩有章法 你这么做 是能把你我往死路上推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你就等着死吧你 他泼在我脸上了 是明月的 现在婚姻太迟了 不止 我们的感情还在 人生能得意积极 死 无憾 抨击 不可计 怪你 你是我的流星 这十二人 你都去哪儿了 为什么不回来 同样的东西 你只能有一个 多了 就没有价值 我和黄马华都认罪 我们愿意一起处死 大人 我求求你了 大人 大人 我求求你了 大人 到一间我们还要结为夫妻 不管是天上人间 还是地底下 我都要永远跟着你 你愧对的是那些死去的灵魂 你愧对的是那些挨恶受冻的虾米 你真该死啊 皇上 你这么一走 并飘进黄河都说不清了 小姐啊 今天我就给你一个交代 你是想黄马卦想疯了 朕 赐你一件黄马卦 让你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县令黄马卦 周杰 哈哈哈哈哈哈哈 姓唐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听到你的罗声我就来了 我们在这拼命 你去在这袖手旁观 你们打不过 我自然会出手 可是你们不给我这个机会 你得了便宜还卖官 可恶 好 老爷 老爷 走 走 薛帆和贾总管从府衙牢里逃出来了 不对啊 我昨天才交给了冯姬德 今天就脱逃了 幸亏让我们给逮着了 要不然呢 这个乱子可就出大了 他们人呢 他们现在在哪里 关在信然的牢房里了 为妨万一啊 就让唐靖之 跟他的四个手下看着呢 青菜根根歪伯鸡呢 他们去做点吃的 慰劳一下大家 老公 想什么呢 我 等等 我来猜一下 你猜 你啊 肯定是想找一个什么恰当的词语 好赞美我 对不对 错了 那 那你就是想要不要去找薛中贵 又错了 咱们走吧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我再猜一次吗 哎呀我没有时间了 咱们路上再猜吧好不好 那你肯定是去找冯继德 对不对 错 又猜错这么笨哪 你很聪明 这算是夸奖吧 我告诉你啊 我要去码头 看看薛家的船出去了没有 笑什么呀 我是去了解他们的船跟官员被劫 还有贩卖私言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还以为你要干什么今天冬季的大事 我早就派诸湖守在那儿了 而且已经有消息传回来了 有什么情况 你猜 这有什么好猜的嘛 船不是出去了就是还在码头 难道还有第三种可能 哪种可能啊 传承了 你耍我 我没有耍你 告诉我哪一种啊 哪种可能都不是 薛中贵是去了码头 但是他等的薛帆 贾总管 还有李老头 都被我们如数收益了 后面的事情呢 我不讲你也应该知道了吧 薛中贵一定是打了那个送信的义尔光子气冲冲的走了 真聪明 原来他们布置船只是为了安排薛帆逃走 这么说我们应该去找薛中贵对不对啊 对对对 错 搞什么鬼啊这么难猜 没意思都没猜中 我真的这么笨吗 你多心了小燕 爹 心情很好 很开心 是吗 为什么你笑得比哭还难堪 爹 你变了好多 也许你自己没有感觉 可是我看得好清楚 你跟从前不一样了 笑得不再爽了 说话没有自信 从前那么果断那么豪气 现在跟小媳妇似的 你让舅舅和娘他们牵着鼻子走 完全没有了自己 爹 你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 勇敢地对他们说不 骨肉清醒 夫妻之情牵扯着我 我能怎么做 爹 你还有妇女之情啊 我虽然年纪还小 可是只有我不会害你 你再不清醒的话 他们会毁了你的 小月 小月 你说谁会毁了爹啊 你自己知道 还用我说吗 小月 你爹 你爹能有今天 完全是我和你舅舅一手经营的 你舅舅和你表哥现在有难 你爹就是不能置身事外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对你对舅舅有利 你就讲道理 只要对你们没好处 你就瞒不讲理 爹有今天 你跟舅舅是有功劳 可是你也不能让爹做违法的事啊 小月 我现在真受够你了 自从你喜欢上那个姓唐的 你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处处跟我作对 你是吃姓唐的饭长大的吗 我讲的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你不要跟他扯到一起好不好 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我就把你嫁出去 让你对姓唐的彻底死心 你就是把我嫁给袁龙王 该说的我还是会说 都闭嘴 你们俩都别吵了 等我安静一下行不行 对不起 爹 记得 你是聪明人 我相信你知道好歹 如果你不是我老婆 我现在就杀了你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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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出大事了 徐少爷别人从牢房挤走了 终贵啊 终贵 看你急成这样发生了什么事了 别啰嗦了别烦我好不好 真好 芳儿出事了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芳儿出事了 给我住口 哥 哥 哥 芳儿出事了 哥 芳儿在牢房里被人劫走了 下落不明啊 哥 你看 我就说芳儿出事了吧 终归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结的玉 哥 你怎么不早说 害得我和吉德丹心死了 你把芳儿弄哪去了 让孟娇娇和那个唐靖之拦住 连同贾总管 还有李老头 一块带走了 哥 这事办的可是欠考虑 无论如何不能结狱啊 这犯的可是死罪啊 你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人在皇马挂手上 你说该怎么办 好 小月 黄叔叔 婶儿 小月 你们坐啊 大家都坐 对啊 你也坐 这么晚了找我爹有事啊 你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他们不在啊 我也刚回来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去的 最近他们为了我表哥的事情 弄得情绪很坏 把一个家弄得不像个家 让人觉得心烦 小小年纪就要承担这么多 真是难为你了 谁让我投胎在这个家呢 这都是命 小月 你看看你二十不到 怎么就整天 把命呀命的挂在嘴上 这样不好 太悲观了 我虽然年纪小 可是这几个月经历的事情 抵得上别人十年八年的遭遇 家里有家里的麻烦 自己又有自己的困难 小月啊 坐坐坐坐 对呀 坐坐 小月啊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平坦的 对呀 哪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不是颠簸的呢 是啊 你看你黄叔叔 活到这么大岁数 遇到多少倒霉事啊 要不是遇上我呀 说起来 二位真的很幸运 婶碰上了黄叔叔 黄叔叔遇上了婶 真是叫人羡慕 哪像我呀 我也遇上了唐靖枝啊 在她眼里 好像根本没有我这人存在 小姐 你都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理她了 还替她做什么 这种事情 怎么能是说忘就能忘的 小月 你放心 等我见到小唐 我一定大骂她一顿 娇娇啊 这哪像长辈说话的样子啊 我 我才比小月大几岁啊 我们就像姐姐妹妹一样啊 谁是长辈啊 你才是呢老头 我们就不要聊唐靖枝的事了 我现在只是希望 你们能和我爹 恢复从前的交情 我一直都非常尊敬令尊 也很珍惜跟她的友情 目前 虽然跟她有些矛盾 有心结 但是我相信 误会很快就可以化解 友谊很快就恢复了 这是我最期待的 老公 你说小月这么善良 怎么采连个冯继德夫妇 这么叫人不敢领教啊 冯继德还好 坏就坏在她那个老婆 所以啊 娶妻先娶德 所以你的命好啊 娶了我这个好老婆 你什么时候能忘了往自己脸上贴金 那就大得了 大老爷 这 开门 薛凡 你很恨我 恨不得把你给吞了 恨得入股 薛凡 你搞的今天这步田地 不是我们害的 是你自己做的 我已经走了 非要把我给抓回来 难道 不是你们害的是谁害的 你听听 你说的这还叫人话还能听吗 小姐 别理他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悔改 一个劲的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推 亏你长这么大的个儿 一点承担责任的勇气都没有 你像个男人吗 我 懒得理你 去把我爹娘 还有我姑爹都找来 找他们 带我回知府大牢去 只怕 难辱你愿 告诉你 你别那么嚣张 你会后悔的 好 咱们走着瞧吧 好 走着瞧 大老爷 知府大人来了 这小子的爹娘姑妈 也都跟着来了 大老爷 我看你到底有多硬 听听听 大老爷 我儿子怎么样了 他伤没伤着 我想看看我儿子 我想等这里的事情处理好之后 会让你们见面的 谢谢 老公 要不然 让薛夫人先去看看薛帆 好救她放心 反正 这也没她什么事 也好 大凤 你带薛夫人去 快点 是 薛夫人请 夫人 慢走 黄马瓜 我现在就把薛帆领回去 还有贾总管 怎么不要了 当然要 一个一个的来 大人 可是他们两个人 是一起被劫出知府大牢的 我儿子 我儿子已经被移交到知府衙门 虽然人被劫走落到你的手中 可是还是应该由知府衙门负责看管 你没有理由不归还 你没有理由不归还 薛爷 不是这么说的 我就这么说 我没学问怎么了 再谈事情 你们说什么屁话 黄马瓜 人 我现在就要带走 知府大人 是您疏漏戒备 死刑重犯 串通 劳头逃逸 这种情况 术下官不能交还 黄马瓜 你 你 我找你的上司管你要人 我看你放不放 就算拼了这顶乌纱帽 我也不交 哼 走着挑 黄马瓜 你等着吧 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你 你 凡儿 娘 娘 你要想办法救我 凡儿 你爹 和你姑爹 正在和县太爷谈呢 别急 乖乖的 黄马瓜恨死我了 他会把我往死里整大 薛凡 你不许胡说 我们家姑爷 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娘 你看他那样的多可怕 对待你这种人啊 就得这样 姑娘 我求求你 我儿子胆小 别吓着他了 是啊 胆子小杀一个人 要是胆子大呢 那杀多少啊 姑娘 修哥啊 修姑 咱们回去吧 谈得怎么样啊 这个黄马瓜 又臭又硬 爹 你得想办法救我 你自己造孽啊 自己受吧 爹 娘 别急啊 走吧修姑 咱们回去吧 不 儿子别急 娘想办法啊 爹 娘 他们会想尽办法把薛帆弄出去 难不成 他们要再搞一次劫狱啊 哎 不怕他们 有种就来 我们又不会理应外合啊 跑不了的 薛中规要找上面的人 要找总督来压我 你们这可看好了 上面有人来 我顶着 嗯 嗯 小唐呢 不知道 没看到了 不知道 没看到了 看你这德性 脸子给谁看哪 你这么做 为什么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 我跟你打招呼 你会同意吗 我又没发疯 怎么能同意 我也没疯 才不跟你打招呼 可反而是从我知府大牢里被劫草 事情传出去 我要担责任的 我儿子被怕了死罪 就是因为你优柔寡断 如果你把这个案子给拿过来 会是现在这种结果吗 这个责任你负不负啊 可官场的事情有规矩有章法 不可以胡来 你这么做 是他把你我往死路上推 我不怕死 告诉你 为了我儿子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哎 越想越懊悔呀 小月才说 希望我们和冯继德 采莲 能够恢复以前的感情 我就和冯继德杠上了 你说 我是不是连小孩都不如啊 我看哪 这小月应该把同样的话 跟他爹娘也说一遍 我相信他已经说过了 可是你看他们两口子 多多病人的样子 肯定是没听进去啊 惭愧 连我都没听进去 老公 你说这小月 刚刚情窦初开 就碰到唐靖之这种 心里想着别的女人的男人 可真够倒霉的 这个 小唐 要能跟小月在一起 才是她的福气 可惜落花有益 流水无情 嗯 老公 你说这个小唐 这么叫人转了不透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也想不通啊 嗯 都是你不肯用大型 要不然呢 不怕他不交代个一清二楚 这会不会太狠了 哪有这样对朋友的 我生气呀 谁让他对小月 这么冷酷的 好 这是给总督大人的信 这是给道台大人的信 到码头坐自己的船 快点去 是 老爷 大人 县令皇马挂求见 不接 等等 嗯 叫他进来 是 您请 大人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啊 坐吧 坐吧 嗯 你有什么事情 我想和记得兄 化解误会 这话 怎么讲 我批理薛帆一案 把他押在我处 并非针对你 那既是公之公办 但是 我也不愿意看到你 因为家族的情感 夜陷怨深 不能自拔 不能自拔 你这是指责我 是对我很严厉的指控 大人 大人 我不会讲话 却是真心诚意的 那天薛帆被劫 我得到消息之后 立即来到府上 大人 大人不在 但是小月 跟我讲了几句话 我非常惭愧 非常的感动 甚至 非常自责 她说什么 她说 希望我们俩 能恢复到 从前的情意 大人 大人啊 我们之间没有矛盾 所有的问题 都是因为薛帆引起的 骨肉亲情你割舍得了吗 凡儿的事 你能袖手旁观 夫人 记得 你不要听她一派胡言 皇马挂我问你 当年娇娇的父亲 出事的时候 你不是也舍命搭救吗 这又做何解释 那 要想化解 除非你重审凡儿判她无罪 或者 我们花钱找个人替她顶上 否则谁也化解不了 夫人 这太强人所难了吧 我 好 大人 请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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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辞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她的手段 好话说尽 你不从她 她就立刻抓你的七寸 来 马挂儿 还在想那事啊 也别太难过了 你想想 你身世要跟冯大哥和解 可是他的手却被彩莲姐拽着 这错也不在你呀 我是替他难过 如果不是彩莲千般 被薛忠贵利用他 我相信记得兄一定做得非常好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难处 行了 咱们去吃饭吧 走吧 叹息解决不了问题的 爹 你现在应该做什么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爹看得很清楚 可是却没办法 没办法 爹 你再这样执迷不悟 被舅舅他们控制着 想要再回头的话就难了 小月 你想替爹 花姐和黄叔叔的矛盾 爹很感激 可是现在 太迟了 剑已离闲 拉也拉不回来了 黄叔叔来看你 把你记录的财业还给你 他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你应该 小月 你爹和黄马卦之间的事情 不用你插手 没有小孩子家说话的余地 娘 你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表哥 可是你却忘了是非对错 是非对错不用你操心 你把嘴闭上 记得 稻台大人就要到了 你赶紧准备准备 见见稻台大人 稻台大人 怎么突然来到 是不是小犬的案子有转机 上面交代下来了 总贵雄 这件事很棘手 皇上在海宁巡视海堤 近在咫尺 兄弟就是有八个脑袋 也不敢乱计 所以令郎和一干人犯 回江都县监管 会这样 我去找总督大人说 暂时不要莽撞 惹出事来 认识也都担待不了我 我看 钟贵兄 你还是耐心等等吧 江都县令皇马卦 参见稻台大人 你听着 为了避嫌 我决定 将薛帆等四人 交由你监管 我有任何差错 我唯你试问 听明白了吗 卑职明白 药华 各位 дис 好 你老老实实地待着 在秋决以前 如果碰到大赦 或许你还有活命的机会 如果你再胡思乱想 那就必死无疑咯 另外三个呢 在那边关着呢 有我手下的四大金刚替你作证 谁也碰不了这个老奥 麻烦你帮我看牢房 真是有劳你了 我干过算命的 做过大生意 现在来做一做你的牢头 增加一下人生阅历 也是不错嘛 有一件事情 我真是搞不清楚 这道台大人 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事情的 那你为什么 不去问问道台大人 道台大人让我别轻举妄动 别茅躁 免得坏了大事 我不能等 不能听他的 还有什么是比凡儿的命更重要的 他们说的也没有错呀 就凡儿这事 闹得太大了 是得缓一缓 万一惊动了皇上 立刻问战 那怎么办 别烦我好不好 我这不正想办法的吗 我一定要想出办法来 小叶 你要保重 你要把握机会 如果有空就来看看我 唐静芝知道我家在哪 让她带你去吧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静芝 我把小叶交给你了 你可别辜负人家 大老爷 夫人 谢谢你们 哪里 我们后会有期 对了 等孩子生出来啊 别忘了带过来 让我们一起看看 是 我会的 那就告辞了 好 送送 老挂 你看小唐和小月 可不可能 很难啊 我也这么认为 这小唐心里头 还有柳青 她也太钻拧脚尖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 更何况 这芳草就在眼前呢 最主要 还是小唐跟小月 家人的关系 搞得太坏了 就算是在一起 也不会幸福 说来说去 还是我害了小唐 要不是为了我 她会搞成这个样 会遇到这些事吗 这小唐啊 算得还真准 果然是遇到 姑爷的人 没有一个不倒霉的 大方 不要乱讲 谁倒霉了 我怎么没倒霉啊 小姐 这老爷的事 还不够倒霉啊 你还说呢 你 那上市大家都倒霉 那不能怨姑爷 老公 别听他的 还是怪我 还是怪我啊 嗯 小姐 柳青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呢 唐静芝不肯接受我的感情 就会接受柳青的安排吗 家和 你想得太天真了 感情不是礼物 可以包起来送给别人的 那个唐静芝好蠢啊 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还厮守着柳青 有什么意思吗 我也要很久很久才能忘记 或许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就是爱 这就是刻骨铭心 将来你就会知道的 小姐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等想通了 自然就知道了 大老爷 大老爷 我回来了 辛苦了 起来 谢老爷 有什么发现吗 来 坐 大风 要不要帮王捕头倒杯茶呀 怎么样 回大老爷的话 经我的调查 唐静芝小的时候 的确在东阳县住过 而且当地有很多人都认识他 至于柳青的父母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柳青犯了案子 所以紧闭大门 不让任何人探视 我也就没有见到他们 坐 来 案子虽然结束了 不过 你调查得很好 这样吧 晚上 留下来吃饭吧 好啊 犒赏犒赏上 谢谢大老爷 对了 王捕头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 我们家大凤啊 可是把你娘照顾得很好啊 嗯 小姐 怎么又绕到我身上来了 这是论功行赏嘛 你跟王大娘处得这么好 当然要让王捕头知道了 省个担心 以后婆媳不合 小姐 你看看你看看 一口同声啊 哎呦 心都快连着心了 小姐 大凤姑娘 谢谢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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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捕头 啊 晚上吃饭的时候 可要多敬我们大凤姑娘几杯啊 好好谢谢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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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先回去看看你娘啊 好 好 大老爷 那我就先告退了 嗯 记得晚上过来吃饭喝酒 哎 快去快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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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捕头 你终于来了 这封信是薛爷让我交给你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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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设法解决 负责 我快出去了 是吗 那就 恭喜你了 恭喜 哎 弄点韭菜 再来喝一杯 不了 我才刚回来 这两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改天吧 那好 我等你啊 好了薛公子 那我先告辞了 哎 把门关上 走 多吃一点 对 多吃多吃 多吃多吃 谢谢夫人 准备了这么多菜 其实啊 你应该多谢谢大凤 小姐 来来来 我来我来 喝一杯 薛大凤 大凤姑娘 我敬你一杯 哎 哎 好 好 再喝一点 再来一点 对 姑爷 谢谢老爷 王牧头 少喝一点 当心醉了 老公老公你看 从来没见过大凤 这么体贴呀 是啊 这么体贴 大凤啊 这么体贴 你看 大凤 赶快倒杯浓茶给他 让他醒醒酒 待会再喝 哦 哈哈哈哈 你看看啊 大凤多么体贴 就是 要珍惜呀 王牧头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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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王牧头 哎呀 你看看 没事 没烫着你吧 你看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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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得好 烫得妙 烫足一段好姻缘 小姐 大老爷 我敬你一杯 你别敬我 你敬大父母 对对对 姑爷 小姐 还是我替你喝 一份痴情 一方百姓 点一点分量不清 风雨人生 苦苦奔心 相依相心意 难平 日月光照 四夜风起 盼得是太太平平 上有天道 下游人情 只要我一生进退 心里 天不变 早也不变 寒来输往 碎碎念念 天不变 谁都不变 回忍去忍患 平生斩所远又豪情 多百年 多百年